昨天是感恩的一天 其實每一次我們去到不同的教會 服侍的時候 神給我們很多的祝福 因為我們每一次有不同的經歷 昨天如果我自己覺得 在衛便人按手的時候 有一位的姊妹 我按手完之後問她 剛才你覺得怎樣 你祈禱的時候 會不會很鬆 有什麼感覺 她就說沒有 我說不要緊 因為有時候不是說 一按手你就會感覺到 領受到那種平安喜樂 她說不如這樣 我就感覺到你 你感覺到我沒有 她說我覺得你很喜樂平安 很重要 我說就是了 就是這樣的 只要我們打開心 我們打開心 讓聖靈去做功 就可以領受到的了 之後我再跟她按手的時候 她就完全不同了 她那種整個震動 她經歷到聖靈了 我說感恩 每一次 每一次都神給我們看到很多 很鼓舞的事 昨天她看到 其實她們都是很開放的 她們很想 很想經歷聖靈 或者已經經歷聖靈 她們想更多的 是經歷聖靈 和被聖靈充滿的 所以昨天是很感恩的事 昨天她說見證 也有很多要學習的事 因為見到她們都很感恩 去分享自己的事 下次可以做得好些 但其實看到很多 特別有位姐妹分享 原來她信主的連日 更長過我 但當她分享她自己的生命的時候 其實是看到信主 她不是自動等於我們會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生命很完整 或者得意志 而是我們真的要去尋求 要她自己去留意我們的生命 因為那位姐妹她信了十幾年 但當她說起她過去的傷痛的時候 其實她依然哭得很緊要 所以某個程度上 只是告訴我們自己聽 就是這個處理生命是一生的功課 另外還有一位姐妹令我很感動 就是表面不覺得她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當她在說她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就真的是很大的難處 先生在ICU兩個小朋友 還是很小 我私底下跟她分享 她說到她先生曾經找過墨頭的藉口 還有我聽她說 似乎先生的好花的機會都不大 其實她是剛剛信主沒有很久 但是她跟我分享的時候 她說她真的覺得 神都改變了她很多 她說如果是以前的時候 她根本是沒有可能 一個人這樣去面對 怎樣去處理 並且我很為她感恩 她是帶了一個感恩的心 她就算說她的經歷的時候 她都說 即是覺得 神其實預備了很多人去祝福她 去幫助她 去經歷這個困難 很多時候我自己會看到 見到人信耶穌之後 很多祝福其實是感恩的 但其實我覺得 信了耶穌之後有困難 都仍然可以感恩 就像這個姐妹一樣 她感恩在她的困難當中 神預備了很多人去幫助她 所以其實每一次能夠去事項 其實都是她祝福 又看到別人的生命 又對我們自己很大的提醒 所以你感恩就住她 是的 其實都很感恩的 那真的 昨天去到那個地方 我都跟阿滴分享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好像來過這個地方 因為那個營餌是外面有牌子的 我感覺是好像來過 她問我你是否來過這裏入營餌 我沒有 但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地方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 而且我很感謝神 昨天去那個地方 打算那些真是初信的 而且有幾位會遲些洗禮的 但他們都很願意去經歷聖靈 但是我會提醒 因為昨天聖靈真的很大的一個同在在 是因為那群人 我覺得他們已經有一個學無的心 而且學無的程度 是超過我們一些的想法的 我想起 聖徒神主所說 但聖靈光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必得著能力 當我們為他們祈禱福祉的時候 不是我們的能力 去到那時候 我覺得神的靈已經在運行中 即是在那個同在裏面 當他們願意投入在那個圖告裏面的時候 大部分人所有人都是經歷到的 我很感謝神的 而且看到很多人的一些難處 在分享裏面 我覺得神真是去尋找那些 是一些哀傷的人 透過無禮教會 或者安排不同的人 去關心和為他們祈禱 他們沒有想過要信耶穌 其中一個就是 如果不是因為祂的丈夫中了一封 他都不能接觸到教會 是因為丈夫病的緣故 他認識到這個耶穌 雖然總之是兩個月時間 他對耶穌的愛 他不是認識到很多 但是他都看到 神都是這樣看顧著他們 而且今天去到另一間教會的時候 我看到神 真是很大的同座 我不知道這些人 我沒有專注在那裏 他們需要甚麼東西 但是我一直看的時候 看到他們那份 又是那個學目的心 神自己在當中的工作 給我很大的鼓勵 其實我就走出去 什麼都不用怎麼去做 還有我發覺就是 當我們一討過的時候 我自己都很放鬆 我一放鬆的時候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很容易進入 我覺得是比以前來說 我感覺神的同在很大的分別 我相信神是祝福我們的福士 我很感謝主 在這個教會 其實是我經歷聖年聖會之後 沒有多久 當時的牧師就請我去那裏 我都不記得怎樣接觸 總之就是我offer 或者他跟我說 我就說可以來你那裏去訓練 當時是有一群人 是每個禮拜來操練的 雖然那些人 不是每個現在在這裏 有些可能是去別的教會 也有些我看到他們 一樣在聖靈的運作裏 就是之前那份年 今天都在這裏 我看到他們持續 都在聖靈的運作裏 我感謝神 昔日所做的 今天一路全流 並且有些人 我去到個人上 我覺得很開心的 就是見到一些很久之前的人 其中有一個 是大約以前五六年級 這麼小的小朋友 他在以前我負責的一個團契裏 小學的團契 很小的 但是他很喜歡來團契 每個禮拜都來團契 學校的團契 他就告訴我 他今天來見到我很開心 他問你是不是就是那時候 在那間學校那裏做 在那裏帶領團契的那個牧師 我說是 你是波爾牧師 他難以相信 和可能有個分別 因為那時候我的頭髮多很多 那樣子是很像是 不過頭髮不同了 然後他是很開心很興奮 而他的樣子是很像以前的 臉是長了一點 以前是圓一點 還有他的女兒 都是像他小時候的樣子 我看到他的開心 我自己都覺得很開心 他以前都是 就是那時候 團契的時候 他認識耶穌 他每個禮拜都來的 每個禮拜都來的 每個禮拜都很喜歡來的 聽聖經 很喜歡信耶穌 我在這兩天的服侍 我看到 有些人 他們是很憂傷 尤其是 昨天有兩個姐妹 他們一個是 她的丈夫是 有嚴重嚴重的問題 就是一個 等一下才知道 忽然間不記得 總之兩個都是很傷痛的 但是聖經就會造功了 第一場聚會 第二場聚會 就開始喜樂了 開始興省了 神可以將人的記憶 很多這些煩惱的事放下 然後在親近神的時候 得著力量 這就是神很真實的祝福 看到他們 上週和下週完全不同的氣氛 也有更多人是 開心喜樂 看到他們喜樂的靈 另外呢 我就剛剛去完肯亞回來 我也都分享 在肯亞的時候的經歷 是很特別的 有一次機場的成績 是怎樣呢 因為呢 我訂飛機票的時候 我是上網訂的 他又沒有警告我 就是說我最後一程機票 進了肯亞之後 從第一個城市到第二個城市的時候 中間 我只留了五十分鐘 但是我就想 其實在 就是由一個機場 一個gate 去到第二個gate 五十分鐘就有餘了 但是 當我去到香港機機場 即是準備起飛的時候 那裡的人告訴我 你會過不 你會趕不及 為什麼會趕不及呢 因為你要入 就是入境 你是入境 所以你要建移民局 然後你要拿行李 又再check in行李 即是我沒有想到這些事情 即是當時我買機票的時候 結果呢 他就說你是會趕不及那班機 我說你在這裡可不可以做到 他說我做不到 那我就在他整個路程 我就求神去幫助 但是我又不是整天去求的 為什麼呢 神已經聽到了 不用說一百次 他不是龍的 我就是去親近神 然後呢 當我去到的時候 即是我就很想衝 我就說五十分鐘有機會的 那怎麼有機會呢 就是我已經將我的資料 移民局要寫的資料 全部寫在一張紙裡 那我一去到 立刻 我是拿落地簽證 立刻一去到 立刻簽證 那我已經將資料寫完 那我立刻去到填了表 立刻呢 因為我第一個衝出去 然後呢 就立刻去移民局 即是很快 那又拿行李 拿完行李呢 即是我想著這樣 其實還沒離開飛機 因為為什麼呢 飛機有問題發生 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 總之在那裡呢 飛機是自己不會走到那個Gate 他說呢 他就停在那裡 他就說呢 我現在等那個Torch車 會把飛機拖到那個Gate那裡 那又等了 等了一半個小時很多 就是呢 最初呢 以為早 怎麼知道呢 是更長 等了半個小時 當我做完事的時候 去到剛剛的飛機起飛的時間 那我就問那個人 我說應該這個飛機起飛的 他說已經起飛了 那我就告訴他 我說呢 那個飛機呢 在那裡等了拖車 等了很久 所以我現在已經遲了 那他說這樣 OK 他說可以了 我和你安排一下 你下班機 你下班機就去了 不用付錢的了 他說可以了 於是呢 那件事呢 那件事呢 又是解決了 就是好像上一次 大家都聽過了 上一次呢 就是 那班機 但後來那班機 那班機沒有了我 是不起飛的 因為神給他起飛 他就起不到飛的 就是我覺得呢 神是很神奇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不要在生命裡面懼怕 深信神的恩典 神會在不可能的時候呢 做神的歧視的事 那我今次去到肯雅呢 也都是 就是我都是 時時告訴他 我最想做的就是 做訓練 侍奉的人員 那在裡面呢 我都見到有若干的人 是有心 就是有心侍奉的 有些是 就是牧師 傳道 和願意侍奉的人 那這個都是好的 那現在他們告訴我們 他們也有些學習到那種 學習的 侍奉的方式 都有形容出來 就是 譬如在安排我那個 傳道人叫Washington 有人請他講道 他都用回我的講題 就是他用回我的講題 用回他的內容 就是他都可以使用得到的 那這個都是 我覺得好 那不是說我的講題才好 而是他講題幫他 怎樣活在神的愛中 有神的能力 然後單於聖靈的能力去侍奉 那是很有信心的 那另外第三項分享 就是我感謝神呢 就是除了我去外國那些 外國人教會呢 也都有四間教會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是找我來幫助的 那現在 今天 是有一對夫婦 他是會 今天已經上午在那個教會 因為他家人的緣故 他今天聚會來不了 那他呢 就會明天 後日 明天他大概十點之後 下禮拜二可能都是這樣 就會去到我的住所那裡 他就會學習的 那這個教會很特別的 就是那個牧師呢 之前就看到我的影片 那他看到我的影片 他就很想 哪一個師我不知道 總之他有經歷聖靈 那他就看到我的影片 他的心就很渴望 很渴望呢 他就在教會裡面 就找了某些人呢 幫到他們經歷聖靈 而其中一個呢 都在電話 我跟他祈禱過的 今天來的那個太太 那然後呢 就今天來到呢 他們來這幾天呢 就盡量把時間給我 就是訓練他們的 把他們回去的時候 可以用得著 那那個牧師也都很想 在我 在肯亞的時候 他打電話給我 就是用WhatsApp 就跟我聊天 很想把這個復興呢 帶去他的教會 去問我 怎樣的方法 怎樣的策略 而今天我們在圖中聊天呢 跟那對夫婦的時候呢 是看到他真的很想 還有他形容 他未曾經歷聖靈充滿之前 是完全兩回事的 他說他的信仰是完全兩回事 但是現在呢 他會很有動力 很想去推行 你都怎樣去找方法 怎樣去把聖靈的工作 和復興帶到他去教會 所以我們看得到 神真是做工 這個第一個教會 就是在多倫多 第二個教會 就是Edmonton 我們之前已經有來過 Eva和 Garry Clarry和Packy 是 Clarry 然後呢 第三處就是 在美國加州 另一個地方 我不說那個地方的名字 原因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牧師 不是很接受 但是呢 他很特別 這個人又很勇敢 他經歷聖靈 他就看我的教導 然後他就為人按手祈禱 他已經幫到一些人信耶穌 就是按手祈禱 那些人經歷聖靈 幫他信耶穌 然後他就跟牧師說 他牧師就說 都很好 但當他曾經試過 不如請牧師來 即是可以教導 可以幫助 他的意思就是 你想我在這裡給別人 還我嗎 即是還未準備 但不要緊 我就跟那個人說 你不要緊 你繼續做吧 繼續影響他 到某時候他就會願意 譬如今天我所說 多倫多的教會 也都呢 那個牧師 他不是那個教會的主任牧師 所以他也都有 主任牧師的影響力 但是呢 今天來的兩個鄧兄姊妹就說 其實那個主任牧師 都聽到這些事情 都是沒有反對的 但這個 都不是支持的 另外一個 就是在荷蘭 就是我在義會去的 那荷蘭呢 他也是看了我的影片 看了一輪的 又在那裡學習 那又是想在這個聖靈中運作 並且他有一個心呢 他很想推行在歐洲的復興 他很想在歐洲做更多 那我也感謝神 即是不單止我們去 神又猜派些人來找我們 都是一個 神使用我們的地方 希望大家有信心 靠著耶穌 推動更多的復興 那我也鼓勵大家 當你知道你有些長假 你告訴我 我看看我可不可以安排 我的宣教和你配合 讓你可以去一下 宣教一下 那你就會有信心多些 即是有這個信心 我可以為神做更大的事 我可以說